大家好 我是一代彩克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道料理 今天要來示範的料理就會用到我們手上的月桂葉 以及平價的人生蒜頭 我平常在家人身體微秧的時候 我會準備這一道料理 因為有時候當你還在觀察期的時候 一定要多喝水多休息 當需要透過飲食補充提議的時候 我就會準備這一道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怎麼做吧 直接在火上面煮飯或煮粥 我有我自己比例上的一個經驗 米跟水的比例 煮飯的話就是1比4 煮粥的話就是1比8 或比8更多 煮的時間煮的是用白米煮的話 基本上大概會在15到20分鐘左右 煮飯的話你不用去翻弄它哦 你會看到那個飯煮到最後熟起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蜂窩狀的那個氣孔就會產生 那樣就是它差不多熟了 當蜂窩孔沒有水泡在形成的時候 表示它水分已經大部分都被你洗手 就是快熟了可以關火了 其他用悶的把它悶熟 你寧可是它還有一點硬 然後悶把它悶熟也不要煮過久 讓它底部焦掉 如果你水一開始真的放的不夠 感覺還沒熟水就已經快要煮完了的話 澱粉類的食物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任何時機加水進去都不會影響它 之後出來的口感 所以你可以適情形再繼續加水進去 雖然是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煤角還蠻多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第一次就成功哦 我要再去捕獲 我再去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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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分享跟按讚 拜拜 八角 肉桂 小茴香 冰箱 花椒 三奈 白紙 基本上把材料攤開之後會發現 歐洲人跟台灣人 其實人生的道理沒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八角 但它對它的味道都很熟悉 有幾個東西味道非常相似 喜歡我們 按讚 加燈小 小茴香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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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